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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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超级访问独家身处李宗盛家中 为您展现他的家庭动物园 你被这挡着了你 你看你看洗雀去狗碗里喝水 去狗碗喝狗的水 家里有一只狗 有一只狗 13岁一只老狗 有一只洗雀 有一只化眉 有一只聊哥 还有一只鹦鹉 就是你最多养过多少锅锅 锅锅最多养过40多 节目信长 李宗盛 李宗盛 首度坦度 与德国妻子的幸福婚姻故事 太太是德国人 我们那时候基本上说三种语言 真乱 这一句话有三种 三种语言一起说 当时是带你去的德国见妈妈 对不对 也没有 首先让她带她见我妈妈了 你喜欢中国这种生活 还挺喜欢 挺喜欢 下期自己嫁狗飞狗的 拿到了跟太太的一张照片 独家照片来看一眼 好酷啊 更有李宗盛的中德混血女儿 首度每一季曝光 我们家女儿也基本属于散养 这次积木考试 她被评为趋级三号诚 我还蛮高兴的那点 感受李宗盛 心理心怀的 真实信心 敬请关注 超级棒分 欢迎 说到今天我们的嘉宾呢 是很少上访谈节目 所以未免有些紧张 对不对 紧张紧张 自己把那瓶水 虽然我跟你说饮料水啊 我们的小意思 我们还怕嘉宾紧张 我们特地为李宗盛准备了酒 来来来 不要被紧张 酒都准备了 她呀 特别爱喝红酒 特浪漫 浪漫男人怎么能没有红酒呢 对 而且酒我们之前是请过了 请过请过了 你把那外套一搓 还是请 来来来 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对我就放松 第二呢 就我们也听说生活中 你其实蛮喜欢喝点这个红酒的 对不对 喝红酒喝咖啡 今天在生活中 去什么娱乐场所吗 不去 去唱个KTV呀 不去 出去一个酒吧呀 蹦迪 小时候去过 那你现在这些地儿都不去了 你就在家待着呀 我就一般都遛了狗买了菜 然后做的饭 就这样 我们把这个一天来做一个画面 早上醒来 拉开窗帘之后 你会用什么来获取一天的信息呢 开窗帘第一件事是喝杯凉水 然后开收音机 收音机 你收信的话 你得关注一下 资讯 对 国际国内动向 是吧 对对对 了解一点吧 你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啊 然后呢 想了解一下 你看电视吧 你也得拿眼睛去看 那电脑呢 你又得动啊 又得什么 你也得看 收音机呢 这时候你听着 你就把耳朵都能听着它 然后又能把早前需要干的事干了 然后我就导人去 听收音机 可能大家看到这时候 我觉得 做我们对面这个男嘉宾呢 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不会过 枯燥乏味 但他的生活真的是枯燥乏味嘛 大家后面要看下去了 那我们这样的 我们首先来通过一段音频 让现场的观众猜猜 他的第一个爱好是什么 来 一二三 停 手服拖拉机 喂 大家不懂什么地域吗 谁能猜出来 这是什么声音 我跟你说 打电转 坐垃圾吧 坐垃圾吧 来来来 左边的男生 摩托车 摩托车 我不是要误导各位啊 有很多明星 他拍戏非常累 可能他在郊外 就买一个房子 弄一块地 自己猪动菜什么的 你举个例子 我就不信哪个明星 休闲那时候去 开出拉梯 猪动菜 说不定的 来 旁边一位男生 问一下 你听到这声音 你觉得 他的爱好是什么 划地的 划地 划地的 真好 我们的关键太有创业了 这关键几下 咋啊 正确的答案 正确的答案 正确是吧 这声音是吧 摩托车 从什么时候就开始 酷爱这个摩托车 玩摩托车 对摩托车的情感 应该是挺小的时候 十几岁 你那时候有钱买吗 骑连呢 有当时那时候的照片 我们来看看 当时什么样子好吗 来看一下 摩托车 摩托车 这不是你的 这是我 这个不小了 这都二十 二十七八了 这时候 这个摩托车 真的让我想到了 美国大片里面的那些 很壮的那些 身上有很多的纹身 红着 红着 长头发 这个是你特别叛逆的一段时期吗 想想那时候 有长头发 它是 其实那时候 觉得自己 这段时间我得 留一段 我没留过 我冤得慌 你看那女的都留长头 我没留 你当时是做演员吗 做演员 你活动的时候 你都有着很样的感受 摩托车呢 它会让你和空气直接接触 真的骑上它之后 人一旦喜欢上它 就离不开它 很多 比如说我们 很多年以前 在一块玩摩托车人也是 他们这种情节 会一直过程到很久很久的 它跟汽车的感觉太不一样了 你现在有车吗 我有车 你开吗 开的不多 有时间了 虽然身体状态还不错 天气还可以 然后就骑出一圈的人 比如说他穿的这个很松弛的一身衣服 对不像号 对 没关系 我想让你能够现场感受一下 他骑摩托车的那种感觉 好不好 今天我们独家拍摄了一个小片来看一看 就是说他戏外的那种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 骑摩托车 摩托车呢 这种男性的象征 有种情绪宣泄的那种意识 有种自由之感 可能会认为摩托车很危险 其实看着怎么对待它 穿一个砍尖子 其实它有一定的防护作用 行动车一定要穿靴子 它能够承受住上跟的重量 眼镜呢 它是防空 阳光啊 头盔一定得戴的 它的快乐 除了你说 跟空气接触 还觉得一较快乐吗 我觉得骑摩托车的这 有种团队精神特别好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比如说我们 一起如果走山路的话 常规呢 最靠最前面那辆车 叫头车跟尾车 这两个人需要非常好的技术和素质 大比方说呢 如果路上 在头车的看见路上 有一块石头 其实石头对摩托车来说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一个小的石头 那会就会 就会有事件了 比方说呢 头车看见路上 有一块石头 就会主动伸手 是一块石头 指着下面 然后后边的每个人呢 都会延续这个动作 所以就是这四十多辆车 大家一个动作的话 其实有时也挺有意思的 棒了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呀 这是他们专业的 要我跟那么一这样的 我肯定不 天啊 我之前 让你跟他合法也 就比较了 那接下来这个呢 哎呀 大家就更想不到了 继续来猜身 对 这一位的爱好啊 他真的就跟大多人不一样 来 听一下好不好 听一下 三二一 他的爱好是 我听到虫子的声音 会都去 都去一去 应该是六鸟 其实像那四鸟 老大也是 六鸟 最喜欢那种游山玩水啊 踏青啊 比较喜欢那种 在山和水之间那种感觉 哎所以太大 没事就喜欢去游鸟啊 然后游山水的地方 郊外 对不对 好 那正确的答案 我们刚才听到那些 里面的鸟 狗 蛆蛆声 都是您赞 能够解释一下吗 家里有一只狗 有一只狗 13岁 一只老狗 13岁 13岁了 13岁按照人的岁数是 应该 91岁了 91岁了 还有什么 有几只鸟 几只鸟 四只 有一只喜鹊 有一只花梅 有一只寥歌 还有一只鹦鹉 他们在哪啊 一般在家里 在家 我现在把书房腾给他们了 就是他们不在笼子里 在家里自由的飞翔 有的就是可以出来飞翔 有的也 反正你想回屋回窝 你想飞就飞 因为我也养鸟吗 就是但我跟他不一样 你养什么鸟啊 聊哥啊 我在家呢 其实也是崇尚他自己去飞起来的 但我妈不让 就觉得万一他正飞着拉了 怎么办呀 万一你正吃饭呢 怎么办呢 后来呢 我就 我们家鸟现在是自己能把那个 笼子在那儿挑开 对 我经常去书房准备上电脑 我一看那鸟 门打开了 就在里面这样看着我 你也不出息 做坏你知道吗 就意思是说 向你挑衅 你进来 进来 潜才是 有本次你进来 还有什么 四十鸟一只狗 然后有几只锅锅 有一只蛆蛆 就是你最多养过多少锅锅 锅锅最多养过四十多 你常见在外面拍戏 回到家不会很乱吗 锅锅我拍戏都带着 锅锅都在宾馆里 锅锅不是很吵吗 不吵 锅锅一到夜里就叫 首先这鸣虫的叫声 它是天籁之音 它美 对你来说是美 如果我是你邻居 你一养的锅锅 半夜三更叫 我不会觉得美 我让他半夜三更不叫 他听你的吗 是阿明要 你的锅锅什么时候叫 什么时候不叫 我可以给他调 让他白天叫 晚上不叫 你还能调时差 能调啊 其实动物他们 他不会二十四小时 一直都叫的鸣虫 他们有一定的时间 有一定的时间 这时候用一些光线 用热度 给他调 他这时间叫 这时间不叫 夜里睡觉的时候 他叫有时 身太大 也影响睡眠 那这样吧 各位也没有看过 他家里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他 从来没有人让人去过 对 他一他不上访问 二呢 也不让人拍家里 但是超级访问 不一样的访问 我们也有这个情面 然后谁让他那么喜欢 我们俩呢 对不对 今天一起来看一下 李重肖 下里的 东方国 好不好 东方国 超级访问 独家深入 李重肖家中 为您展现 他的家庭 动物园 你别这挡着了 你 你 乐狗 你看你看 洗血去狗碗里喝水 去狗碗喝狗的水 节目现场 李重肖首度坦度 与德国妻子的幸福婚姻故事 太太是德国人 我们那时候基本上 说三种语言 乱 就一句话 有三种 三种语言一起说 当时是带你去德国 见妈妈 对不对 也没有 首先让他在 在这见我爸妈了 喜欢中国这种生活 还挺喜欢 挺喜欢 夏季司机 嫁狗飞狗的 拿到了跟太太的 一张照片 独家照片来看一眼 哇 好酷啊 更有李重肖的 中德混血女儿 首度媒体曝光 我们家女儿 也基本属于散养 这次期末考试 她得评为 趋级三好生 我还蛮高兴的 感受李重肖 系里系快感 真实性情 敬请关注 超级泛问 马文的战争中 她是以老实谨慎 却又懦弱的丈夫 李一 不是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如果没有你这么个有钱的姐姐 杨夕她根本就不会跟我是吗 我没那么说 不是那她绕这么一圈干嘛 直接找有钱男的不行了吗 再到老牛家的战情中 一个贪财 自私自利 为了一己自欲 而不择手段的胡孝子 牛志文 我这家具 除贵 全买了装队 定了 您说这 房子不给我 就不给我 你也不同意 你早说呀 近年来 她几乎担当了 各类家庭情感剧 中的重要角色 一度塑造的多市 大城市里的小男人 兼具于各种人性弱点 和小毛弟 一个个平凡的小角色 虽都令观众 心生厌恶 兴趣恨得咬牙切齿 但与此同时 却又源于 她的出色演技 备受观众的 关注与喜爱 2017年 又一部热播 家庭情感大戏 《你春天的春天》 她所饰演的角色性格 大转变 首次尝试 颇具喜感 诽谐 搞笑的表演 一个热心肠 重情仪 风度如雅的 艺术家张一南 备受女性观众的 追捧和亲爱 我说她像一小女孩 我是指的她内心 她内心一直藏着 对爱情那种憧憬 是属于白马王子 和白眼公主事 那种浪漫 爱情 她就是家庭 伦理剧代表人物 李重肖 那这样吧 各位也没有看过 她家里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她 从来没有人让人去过 对 她一 她不上访问 二呢 也不让人拍家里 但是超级访问 不一样的访问 我们也有这个情面 然后 谁让她那么喜欢 我们俩呢 对不对 今天一起来看一下 李重肖 独家的啊 动王国 好不好 动王国 给这儿挡着呢 你 你 老狗 老狗那边去 他叫千二狗 老狗都十三岁了 都失明了 容易吗 这么多年了 好 来 趴这儿 好 来 岁大了 基本就睡觉 吃饭睡觉 老了 怎么了你啊 怎么不舒服 怎么不舒服 你挠着 怎么办 不舒服 这儿不舒服 这儿不舒服 你看 你看 洗水去狗碗里喝水 好啊 去狗碗喝狗的水 有时候特别坏 有时候站在老狗身上 那种 基本 对 走起路来 熊就就想了 不许去找我那锅锅 他锅锅是天敌 他吃锅锅 我那上面 我那咖啡树上挂着 两个锅锅 他就盯着我那锅锅 不许拿我的锅锅 不许不可以 不可以 我提了给你 来来来 来 来 坐 干嘛 哭什么 不可以啊 想一想他叫吗 这有云子 叫个好听不哗没 看 聊个儿 说 morning 不是 morning 不搭不顿 下午还不 morning 下午好 你好 这听懂吗 别的呢 你好 你好 欢迎声音 这几个鸟屏 叫画面 也叫喜剧 也叫他也说话 热闹热 这两个鸟屏 这两只一般 这两只一般 这两只因为夏竹 它的体型啊 体材啊 斥啊 安啊 它都一般 这两只一般 这罐这区区啊 追寻一下小时候的记忆 小时候玩 大脸玩 一直玩 其实鸟屏的叫声 它们是一个天籁之音 比如说真的是冬天的时候 听着它们叫 在外边下着大雪 然后里去了 各种民主的叫 极有 极有快感 你看着它们这么快乐 当然是麻烦 但是这个 把麻烦当成快乐的话 就更有意思了 比如说大脸红子 脸 脸也 你并不觉得它脏 然后呢 觉得给它打澡 给它洗澡的时候 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真 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哇 真的很羡慕你的这种生活状态 你那个鸟会站在狗的身上吗 会 它让它站吗 还好 狗比较 比较绅士 站会儿就站会儿吧 就是你刚才说到的 在家里啊 就是鸟叫 然后那个狗叫 就那种感觉 让你是不是什么感觉 太惬意了 你像在家里静静的 哎 你可以看书 你可以不看书 你可以做点别的家务 可以干点什么 这时候呢 你去耳朵里听着 眼里见着 这么和自然如此之接近 如此之和谐 这何等之快意 鸟提花落 心人有惠于心啊 一堆鸟粪落在你的腿上 我就说这个打扫 东西谁来说 打扫 我打扫 我经常七点钟起床 就收拾它们 收拾到十一点多 就鸟粪呀 因为你要收拾所有东西 首先第一件事 你喝完咖啡 差不多了 醒了 你得先遛狗吧 老狗一宿不容易了 是吧 遛狗 得半小时吧 嗯 而且我们家老狗岁大了 基本是属于 带着抖着出去 你得擎着回来啊 抱回来啊 他老了 他耍赖啊 他不走了 你得抱回来 吭吱吭吱的 我前几天脚崴了 我还处了一个棍儿 抱着他 这是一件事吧 然后呢 鸟得早晨也得收拾吧 早晨收拾呢 有的 也需要打扫啊 鸟 鸟们收穿这个 收穿那个 收穿这个 收穿那个 然后所有东西 最后你在家里打扫 打扫卫生 基本上你再干一点别的事 基本是属于到十一点钟 就不拍戏的时候 你到十一点钟 就属于 还准备 还没洗澡呢 那个鸟啊 你觉得它 你养了它这么长时间 它跟人那种感情 你觉得会很近吗 有非常近 我们家互动最多的 就是鹦鹉了 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呢 好像是不在家了 突然回来之后 鹦鹉过来了 飞到身上来 它会用将近四十句你好 向你表达 各种声音 你好 高的 低的 粗的 细的声音 各种声音让你转 像你扛的 对 然后呢 它呢 它用舌头舔你 舌头 鸟的 鹦鹉的舌头 不是发声用的 鹦鹉的舌头是一个杵 它会杵碎东西用的 有时候要碰别的 碰别的东西 它跟舌头舔一点 坚果 它给它捣碎 对 它跟舌头舔你 那种感觉 可以和孩子媲美 它会跟你家孩子 一起来向你争宠吗 有 它有这种感觉 它和我女儿的关系 也还可以 但是 我们家喜鹊 跟女儿关系会更好 比如说 坐在一起玩的时候 它会 扶着过去 把女儿哄开 然后它回来 跟我玩 它有 有这种感觉 我那种喜鹊 是去年 六月一号的时候 我去一个 一个市场 我见到了喜鹊 脏了把鸡的 真的 一身子脏 然后呢 因为它那时候很小 也就 一个来月 很小 嗷嗷带骨的 张的嘴 张的嫩黄的嘴 向你叫 这时候 我老婆跟我一块去的 看到我老婆说 你一定要带走 我说没有养喜鹊的呀 他说那反正一定带走 我看着它 和我之间有感觉 然后 把它带回家了 带回家了 那一开始呢 是天神 因为它也吃软的嘛 然后买各种饲料啊 做成那软软的条形的 给它沾上水之后喂 它大了之后 是那时候 我说它的意思 就是它大了之后 我会把它放走 因为它 属于 就是属于北方 它能够在野外生活的动物 然后去年 我在拍一个戏 在北京的时候 我老婆就说 把它放了 放生 放了 放了就回归自然了 我觉得这事也挺好的 就这样吧 因为你帮助它长大了 长大 它翅膀硬了 就飞了呗 过了一天 自己回来了 哇 飞回来了 回来了 现在在家里 就一直在养活 它既然回来了 你不要再放它了 太棒了 真是 还回来 哎呦 好感动啊 回来之后 我女儿我打电话 哭 女儿啊 那么哭 告诉我 它回来了 我挺高兴的 然后它回来之后 性情改变了 它在飞走 就是走之前 它那时候就挺烈的 有时候在笼子里 因为它有的时候 在笼子里 这有的时候是散的 它不是一直散着吗 因为笼子里 有吃的有喝的吗 它就会撞笼子啊 就是不高兴的 可是回来之后 特别温柔 真到现在也是 极其温柔 哎那你会因为 动物的这种美好 而落泪吗 会 你刚才就称呼 你们家狗 说了好几遍 它的名字 我都没记住 Charko 是什么地方的名字 Charko 德国名字 德国名字 那其他的呢 鸟啊什么 都有名字吗 有 起雀叫Masha 反正都是我老婆给起的 Masha Masha 然后聊歌叫 Kesha Kesha 话没叫 Gosha 都是沙子辈了 英语叫 Villis Villis 英语是男的 郭郭有名字吗 你给起一个 你们家的那个鸟 我的狗都是拜过名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太太是德国人 对 我们今天啊 拿到了跟太太的一张照片 感受一下他们的家庭的感觉 独家照片来看一眼 节目现场 你从小五首度坦度 与德国妻子的幸福归姻故事 太太是德国人 那时候基本上说三种语言 乱 就一句话有三种 三种语言一起说 当时是带你去的德国见妈妈 对不对 也没有 首先让她在 在她见我妈妈 她很喜欢中国这种生活 还挺喜欢的 挺喜欢的 嫁鸡司机嫁狗飞狗的 拿到了跟太太的一张照片 独家照片来看一眼 哇 好酷啊 更有礼同宵的中德混血女儿 首度每一体 宝国 你家女儿也基本属于散养 这次题目好事 她被评为曲级三好生 我还蛮高兴的 太太是德国人 对 太太是德国人 然后女儿是混血嘛 很漂亮的混血 那你跟太太是因为动物儿结缘的吗 不是 这怎么认识 特别偶然 特别偶然 我们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偶然一次机会就碰上了 放上之后呢 聊得还可以吧 那语言呢 当时 他不会说汉语 他只会汉语两个单词 一个叫红茶 一个叫绿茶 你呢 我能说点英文 德语但你不会说 不会 那时候基本上说三种语言 乱 就一句话又三种 三种语言一起说 首先是英文 然后是汉语 最后再加少量的德语 然后我也学了一点德语那时候 后来他去了 专门 去了几个大学 去了两个大学 专门学习中文 和汉语过关了 我们基本上是说汉语 那岳父岳母那关好过吗 还可以吧 他爸爸已经去世了 他妈妈现在一个人 当时是带你去的德国 见妈妈对不对 也没有 然后我首先 让他带他见我爸妈吧 爸爸吓一跳 他说 怎么找一扬妞 不得吓一跳 还行 我爸妈还算 还算比较开化 没反对 我们是 你看97年认识的 我们 99年结了婚 00年生的孩子 就很正常 处了两年 难忘那时候 结婚办这些手续 现在简单了 太难忘了 现在可能容易一些吧 晚上90年代那时候 我们进入认证 就认证啊 公证啊 做了四十多种 四十多种 你要做些什么认证啊 各种 我的未婚证明 我的出生证明 我的国籍证明 我的未犯罪证明 然后把这些东西呢 在国内需要公证 认证 然后再拿到德国去 再拿回来 特别出道 后来 扮着扮着 后来 他跟我说 别扮了 就这么着吧 后来还是终于扮下来了 我听导演跟我们说 说你太太 其实很棒的 因为他本身也是学舞台表演的 在德国 对 后来嫁给你之后 基本上就不演戏了 然后完全的是 这点我想起来蛮愧疚他的 因为他是职业演员出身 他在德国去表演 又在俄罗斯去表演 他是俄罗斯莫斯科大学表演系五年 他如果这行好好发展 他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演员 但是他后来把这行放弃了 现在只是坐在家里给我带着孩子 然后捡鸟 他买菜 常过就骑自行车去买菜的 因为骑自行车在菜市场门口 你停车 停自行车方便嘛 骑自行车买菜买一堆 买那么多 跌了回 他很喜欢中国这种生活 他挺喜欢的 挺喜欢的 我跟他一家照片来看一眼 好酷啊 我跟你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这不是他的车 不是我的车 是他跟着摆个造型照相 好漂亮 哎呀不演戏好可惜啊 我觉得你一定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 才会让他不远万里到中国 他有跟你说过吗 你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他 要说我打动他 他可能也说过 多年想说一句话 还是因为我的心地的这种 善良 善良嘛 跟我们形容下 你女儿的性格好 对 他喜欢动物吗 这些动物他都特别喜欢 但是他跟喜鹊的关系 非常之好 他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 然后就喜鹊就在他身上 身上玩 然后他电脑 对对 他做电脑子 喜鹊就站在他的那个电脑的那瓶上 那么看着他们两人就这样 这样玩 那喜鹊就跟摄像头一样 他就站在摄像头 摄像头边上 像摄像头一样的 看着你 他们两人就这样玩 哎呀好可爱啊 他长得真帅 你现在一大半的时间放在演戏上面 一部分的时间放在你的动物语言上面 那对女儿的教育方面 你会放多少时间 我们家女儿也基本属于散养 他还可以 所以现在首先他知道自己学习 他对学习 对名次他自己看重吗 还可以吧 然后这次期末考试 他被评为趋级三号生 然后挺高兴的 然后我不太相信 我特意给老师打一电话 老师说 是 我还蛮高兴的一点 但是这一期节目做完了 坐在我跟前 我始终不觉得 你像演艺圈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的感觉呢 我自己我也觉得不是特别喜欢 所以我这期节目做完 我的概念就是 你加入演艺圈 你拍戏 只是这个职业可以带给你一份工作和收入而已 首先我喜欢的工作 我喜欢 我喜欢那个团队 其实 其实这一行的人 没有像不了解这行的人那么复杂 这行的人很单纯 对 很简单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很单纯的 而且大家在这个 不是很长的几个月时间里 大家共同的干一件事情 大家群测群力 本身这些特别美好的事 在这几个月里 大家和谐的把这件事干完 这是何等快乐之事 而且我在过程中能寻找到快乐 比如说我现在做演员 我特别喜欢在演员工作的那一时候 的那种快乐 他的那种快乐 比我的戏拍完在荧幕上播 我看到要快乐的很多很多 我觉得这是我特别喜欢的职业 从这几部戏 到底春天的春天 大家对你的喜爱程度越来越多了 但是我觉得今天你看我们都没有花时间 在谈你的戏 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么 竞争力这么激烈的演艺圈 也能够保持自己的一种状态 其实你体现了非常时尚的一种生活态度 就是两个字 乐活 跟自然接触 放慢脚步 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 而不是为了一个目的 去泯灭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你是我们今天 要表达的一种乐活的态度 反而应该让更多的人向你去学习 我觉得你很聪明 你没有忘记生活的根本其实是这个 让我们这样谜解对不对 你说的特别好 你说的东西就是我追求的 来来来 谢谢 谢谢 下面还能看到你什么戏呢 谁伺候妈开始在歌纪念台开始 童子楼开始要播了听说 童子楼呢 说一首长长话 童子楼呢 说不好 童子楼呢 说不好 童子楼呢 多饱饭吧 我们预祝两部新气 成功 谢谢 来来来 好 如果大家对他有什么话要说的 因为他没有微博 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超级访论微博 还有我们的官网乐风网 来提出您的一些建议 那谢谢观众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抽奖 送上我们的乐风网提供的竞产大礼光 来 谢谢 本期会员国对超级访论成功 谢谢 从电视剧《浪漫的事》中的陈浩 到热播剧《三期撞上21》中的宅耀东 他一直处于气红人不红的尴尬境地 有着精湛演技却显为人知 在经历了十几年的舞台磨练后 他终于实现了紧吹式的爆发 凭借电影《刚热情》 获得第23届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项 他就是东京电影节影帝王千元 重业演员王七元素客本期超级访论 模仿台艺基金全场 很简单 高级浓套生涯 无尽的心酸和痛楚 各种滋味谁与人能知 低业以后分道而异 突然演动物 演大自然去了 演石头是最痛苦的 演山嘛 这就是石头 阿姨照片独家授权公布 王千元面对媒体 首度谈起 交集 艾姨 表现最好的时候可能就是 在太太怀孕的时候 协和医院里边 暖气都很多 都很干燥 我就跟护士小姐 要了很多被咱子泡上水 然后把所有的暖气 然后都给它包上 让房间稍微湿锐一些 我突然想起来了 小孩那个期待雪 那个袋子没拿 就哇上去了 然后 因为记得就在放在电视机旁边 拿起来了之后 下来了 几乎是没有一个停顿 让我们在本期超级访论 了解一个真实的影迹 王千元